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从外地来盐湖城的人都会趁这个机会到盐湖圣殿周边享受春天美丽的花朵,所绽放的兵方色彩与香气。 春天带来光与生命的新气息,并透过时序的交替提醒我们,记得救赎主耶稣基督的一生,牺牲和复活。 因为所有的事物都为他做见证。 但在这个美丽的春天极所代表的希望象征的背景下,却是一个变动不定,十分复杂且令人困惑的世界。 每天的生活重担,学业工作,养育子女,教会行政与召唤日常活动,甚至突发的疾病和悲剧所带来的痛苦与忧伤。 在在地耗损着我们的经历,我们要如何脱离这张有挑战和不确定所交织而成的罗网,并且找到内心的平安和幸福呢? 我们常常像波士顿来的那个年轻商人一样。 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1849年的时候,这个人赶上了加州的滔金热,他变卖了一切到家中的河里找寻财富。 因为有人告诉他,这边的河里,到处都有大到拿不动的金块。 日复一日,这个年轻人,他不断地把他的掏盘放进河里,但却一无所获。 只有一堆越来越高的石块。 他心灰意冷,又身无分文,他打算要放弃,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涛客,对他说,孩子,你掏的石块挺多的。 年轻人回答说,这里根本没有金子,我要回家了。 老涛客走向那堆石块说,金块是有的,只是要知道去哪里找。 他拿起了两颗石块,互相摩擦,敲击。 其中的一块裂开了,在阳光下闪耀着点点的金光。 年轻人这时才注意到老涛客的腰上,系着一个鼓鼓的皮带,便说,我要找的是像你的袋子里装的那些金块,才不是这些小金片呢。 老涛客把袋子打开,给年轻人看。 年轻人以为这下他可以看到几个大的金块,但是令他吃惊不已的是,袋子里装满了数以千计的小金片。 老涛客说,孩子,你似乎只顾着找大金块,但却没有把这些贵重的小金片装进你的袋子里。 耐心收集这些小小的金片,让我赚了很多的钱呢。 这个故事说明了阿尔玛教导儿子希拉曼的一个灵性真理,借着微小而简单的事,能成就伟大的事。 主以极微小的方法,做成许多灵魂的救恩。 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很简单。 不管我们要把它弄得多复杂,它还是简单的。 同样的,我们的生活也应当尽量保持简单,不受外来的影响。 只要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就好。 福音有哪些宝贵而简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清楚而有目标呢? 福音有哪些金片,只要我们耐心地用这一生来收集,就可以带来最大的财富,也就是永生的宝贵恩赐呢? 我相信有一个简单,但深奥,甚至可以说是超然的原则,它包含了耶稣基督全部的福音。 只要我们由衷地接受这项原则,把它当成我们生活中的中心,它就能纯净圣化我们,使我们可以再度住到神的面前。 救主在回答法利塞人的问题时,谈到了这项原则。 他问,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信,尽义,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我们只有在尽心,尽信,尽义,爱神和基督的时候,才能透过善行和服务,把这样的爱分享给我们所有的灵人。 救主如果今天来到我们之间,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我们,为所有的人服务。 我们沐浴在基督纯正的爱或仁爱里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会更接近天父及耶稣基督的思想,感觉和行为。 我们的动机和真诚的愿望,会和救主的更相似。 他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与圣徒们,与使徒们谈到这样子的心愿。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救主所说的爱是一种积极的爱,不靠英雄式的大动作, 而是透过简单的仁慈之举和服务来呈现的。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去爱人和为人服务。 我来举几个例子。 首先,仁爱要从家里开始。 管理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实践主的训捷,黄金的利率。 也就是,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如此待人。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假如有人对你说出或做出一些轻率的话或举动,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让我们用好榜样来教导家人彼此相爱。 另外一个让我们有诸多服务机会的地方,就是教会。 我们在智慧和分会中,应当总是用这个原则来约束彼此的言语和行为。 我们带人和善说支持和鼓励的话,敏锐地感受彼此的需要,就可以在智慧的成员当中营造出温馨和一的感觉。 有人爱的地方,就不会滋长出闲话或恶言。 智慧的成员,不论是成年人或男女青年,都可以一起从事有意义的服务,造福他人的生命。 就在两个礼拜前,南美洲西北区域的纳许会长在报告中说, 他们借着指派在林中坚强的人去协助软弱的人,正在拯救数百名叫不活药的成人。 和青少年,而透过爱与服务,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回来了。 这些善行能让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施语的人和接受的人,建立起稳固持久的情谊。 这样的服务也会留下许多宝贵的回忆。 当我回想起这许多年来我在教会从事的管理工作, 最深刻的一些回忆是我和知会其他成员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 比方说,我记得我在当主教的时候,和知会一些积极成员合作, 到支联会的福利农场上去清理地上的清除槽。 这不是一件好的差事。 有一个教部活跃的弟兄,很多年没有来教会, 他应邀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由于他在那个臭气冲天的地方,和我们工作以及谈话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爱与永仪, 他回到了教会,后来还和妻子儿女到圣殿印证。 透过服务,我们的友仪造福了他的子女、孙子女和现在的曾孙子女, 其中许多人都去传了教,在圣殿结婚,并组织了永恒的家庭。 而这伟大的事工是从一个简单的行动,即一片小的精子开始的。 我们可以服务的第三个地方是我们的社区。 我们可以单纯地表达爱与关怀,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你们有许多人都穿过援助之手的T-shirt, 辛勤地提供救援,改善你们的社区。 日本仙台支联会的年轻单身成人最近在大地震和海啸过后, 协助找寻当地的教会成员,并提供宝贵的服务。 有太多的方式可以服务了。 诚挚的善意与服务让我们和受帮助的人成为朋友。 从这样子的友谊之中,别人会更了解我们对福音的热忱, 也会更想要认识这教会。 我的好朋友,约瑟·胡施令长老,谈到这项原则所带来的力量。 他说,仁慈是伟大的精髓,是敞开心门,结交朋友的关键。 它使人心柔和,塑造深厚持久的友谊。 要为天父的儿女服务,另外一个方法是透过传道服务。 不仅是以全部时间传教士的身份,也以朋友和邻居的身份传道。 光是敲陌生人家的门,无法让教会的未来有所发展。 唯有教会成员和传教士合作,怀着对神和对基督的爱找出他人的需要, 并且用慈善服务的精神来回应这些需要,教会的未来才有可能推展。 弟兄姐妹们,我们若这样做,内心诚恳追求真理的人就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和爱心。 许多人会想要更了解我们。 唯有到那时候,教会才会扩展,遍满整个地面。 光靠传教士是做不到的,非得要每位成员的关注与服务才行。 我们在从事各项服务时,一定要敏锐注意圣灵的提醒。 那微小的声音必会让我们知道有谁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 宾塞干会长说, 我们在国度里,彼此服务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服务通常是简单的鼓励或付出, 协助日常琐事等。 不过, 微小而慎重的举动会带来多么美好的结果。 多玛孟孙会长也劝告说, 他人的需求随处可见, 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做一些事来帮助别人, 除非我们能无私忘我的为人服务, 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 弟兄姐妹们, 我再次强调, 天父和他爱子最重要的品格, 同时也是我们应当渴望拥有并且努力培养的特质, 就是仁爱的恩赐。 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 我们要是拥有这项恩赐, 就能够像救主一样地去爱人和为人服务。 先知摩尔门教导, 这项恩赐无比重要。 他也告诉我们要如何获得这恩赐。 所以, 我心爱的弟兄们, 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 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 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 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 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 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 使我们被洁净, 得像他一样纯健。 伟大的事是由微小而简单的事促成的。 就像小小的晶片, 累积一段时间后会变成大财富一样, 透过微小而简单的扇行和服务, 我们的生活也能充满对天父的爱, 热诚地从事主耶稣基督的事工, 并且在每一次帮助他人时, 都感受到平安和喜乐。 在复活节即将到来之前, 愿我们透过简单的爱心之举, 在家庭、教会、社区里, 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服务, 以表达对救主的爱, 并感谢他的赎罪牺牲。 我这样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